比賽 以前其實準備BREAKING BATTLE 我們就是要想怎麼展現自自己嘛 我們跳舞的時候會受情緒所波動 我今天情緒特別澎湃 那我跳出來一定就是特別有張力 特別好 就你本來跳舞的動機 可能是要你受某個音樂所啟發 或者是你今天特別想完成創作某個MOVE 但現在是不行啦 全世界的人都在練,大家都在拼金牌 那我們現在動機其實就很簡單 你想贏,那你就得練 我大概知道怎樣做會比較容易贏 但是有時候是你自己想不想要這樣做 因為那可能不是你最舒服跳舞的方法 所以我還在找,還在找說 我最舒服的跳舞的方法 跟會贏的方法是相容的 以普遍性來說 我覺得台灣的選手在動作的創意性上面是還不錯的 如果一定要說我們的可能需要再加強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是執行力的完整度 再來是與會性 因此在過往的比賽中很可能會看到某些選手 他會凸顯他的某一種頒向的動作的展現 但現在這個比賽項目有所謂的多樣性 所以我就要去思考說 我原本可能不一定擅長的 這些P5的動作與會裡面 我如何在我的比賽過程中 能夠讓我的動作多樣性變多 而且這個多樣性是符合跟對手競爭 也符合裁判認為說 你在這個多樣性的每一個動作中 是有能力的 最近教練常常會覺得說 我在舞台上感覺太開心了 不想贏 就是我散發著的氣息都 都是我很享受在跳舞 但我不是很渴望的要把對手擊潰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希望當然亞運我可以拿出這個 我可以調整出這個心態來 讓它自然的產生 然後當然如果可以就栽個牌 還蠻感謝的 就是大家願意關注P6 可能關注一下現在我們成績的情況 那現在我覺得 既然我有這個機會被關注 那我就是盡量把自己這件事情做好 P5已經變成是一個 會在電視機前面 轉播給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國人看 然後會有人替他們加油 可能會有媒體採訪 會有選手接收到一些贊助場上的關注 我覺得非常的一大步 對我期待的這位選手 能夠爭取他自己的好的成績之外 能夠做一個更好的文化傳遞者 更好的一個P5的選手 更好的一個P5的典範 因為他們是我們中華台北 第一批亞奧運級的國手 那麼我覺得他們除了成績上面的 一個意義以外 更有一個歷史上和傳承上的意義 善行! 善行!